我去给他改一改 那时候都已经进来了 那时候都不知道还有没有驾照可以靠 我喜欢汽车 我妈就剩的宝马三系 现在宝马都开始着重做舒适了 都没有这种驾驶乐趣 别人都说宝马三系操终牛逼 我感觉还没这玩意舒服呢 大家好,我是果果 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演车官S 我现在是在哪呢 在公司对面 公司对面为什么会有家斯巴鲁呢 我也很好奇 这边是斯巴鲁位于 长峰大远城的城市品牌形象店 它就开在商场里面 而且整个店的布置和装修和氛围都非常棒 可以说是我在上海 经过最牛的一家斯巴鲁 你甚至在那边能看到一堆 改装轮毂这样的改建 这你受得了吗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我身边的这台 黑色手动的STI版的BRD 大家知道我也是BRD的车主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又来这边拍BRD呢 待会就问你接下 那么今天是2023年的8月21号 但这个日期并不重要 大家希望知道的是7月1号开始 全国的6A的车型都不能在上面的 所以说我是面对台北亚军 它其实是一辆全新的新股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已经完成了长大购置税 然后也完成了注册登记上台的程序 但车呢不是新车 而且它所有的售后啊 这些转意啊都是跟新车一模一样的 包括它也享受质保啊也享受五年十五次的免费保养 这都是全部是享受的 那么它的价格有什么优质呢 既然说现在是手动挡的STI版的含税价格是33万出头 自动挡的含税版的价格是35万出头 同时这些车辆也是可以受传过的 那我身边的是才STI版 它跟普通的价格里有哪些区别呢 其实那STI版才会关上的区别就一个 是什么呢 一纸版这边的一个进气口的装饰 然后这边会有STI的标志 习惯出来包括你拉开车门呢 你会发现它还用有个STI的一拼卡 我觉得现在的车辆是在它的机枪里内啊 如果你把机枪打开的话 三十多万了 它没有一个叶压的心感 真的是很奇怪啊 当然你看到这个STI的微星顶吧 同时呢它还有个看不见的地方 你就要把底板均匀 是什么呢 后平衡感 有点后悔当初没有买手动荡的BRZ了 虽然但是每次我开着BRZ堵车的时候呢 我都会信信我没有买手动荡的BRZ 不知道我的左脚可能踢不了球了 我也不知道 同时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就是这一弹的ZG8的BRZ 它的手刹在左边 之前上一代呢 它是在右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是右舵的是吧 所以说它手刹的位置也是根据头头去进行的调整 好处呢 是你拉放手刹的时候更方便了 坏处呢 就是你不能像以前一样 趁着拉手刹的时候去 不锁了 你自己体会 那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呢 BRZ的后排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你也别说它是什么狗舵了 这后排大一点的狗你都做得不下是吧 放个包得了 我们刚踩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也是分工合合闯进来一个十岁的小车 它对于这台BRZ也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言语之间也流露出了 它长大以后可能就全部是电动车 就没有手动挡的这个惋惜之情啊 但是它对于BRZ真的是了如之障 然后言语之间还是对于它妈妈的台 防瓦3是有点鄙夷 情人为它开舒适了 真男人就应该开手动挡 真男人就应该开BRZ 所以说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 我也不知道这个小孩 它后面会成为 只要媒体会成为工程区孩子 但是它对于汽车 真的是非常的热 而且也对于像什么Brambo 像什么天蝎排气 像皮变色轮毂台都非常的了解 所以说这个小朋友 日后我觉得它键盘值应该会上 好了那么这期 斯巴鲁BRZ手动挡 STI版的新古车的介绍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我是滚滚 这里是演车官Lab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